在云南的景区 有一道风景叫金岭 实际上就是太阳照耀在雪山上 反射出金色的光芒的景色 确实是很让人惊叹 也非常喜欢去观看或者拍照的 有一户这样的人 他是在金岭之下租了一个小房子 带一个院子 整个小家是蛮温馨的 能够看到金岭 他们也做了装修 也做了很多的准备 但是春节期间人家回家过年去了 结果被朋友告知 有大量的游客擅闯他家的小院 进入他家 甚至把他家的玻璃门都给拆了 所以简直是这些游客的行为令人发指 都是犯罪行为 这已经是犯罪行为了 但是这个主人实在是无法顾及 因为在装的时候 忘记装监控摄像 只能靠一些朋友拍照 来把这个情况传达出来 但是确确实实 我感觉我们在这方面的这个物权思想 真的没有 尤其是到了乡下 那总觉得好像都是大家的 是公家的 是走哪都可以 随便翻人家的院墙 随便上人家的房顶 随便进人家家里面去 这都做得非常的过分和匪夷所思 而想想在国外 很多景区也存在这样的情况 很多的中国人到了这些地方呢 也是擅闯 随便的往人家家里去 这要是在美国的话 可能就被 就要吃枪子了 那在别的国家 就会有法律诉讼的风险 所以在自己的国家 真的这样擅闯 合适吗 有必要吗 那每一个公民出去旅游呢 还真的 不仅要遵纪守法 也应该注意自己的文明形象